要先說到乳衣甘蘭 乳衣甘蘭這種是很健康的蔬菜 是否因為它是深綠色呢? 是因為它是深綠色 而且我們稱為綠葉菜之王 相當有這個貫稱 為何有這個? 因為它這麼深綠色 而且它最濃郁的東西 其實是一種叫葉綠素 或者叫葉黃素 葉黃素是近年來我們說的 特別是眼睛的青光眼 我們近年來知道原來在眼睛裏面 有兩種抗氧化物是最高的 就是這個葉黃素 葉黃素在眼睛是最高含量的 所以我們想補充眼力 或者防止青光眼的發生 就需要這種葉黃素 在這種最深綠色的蔬菜 例如深綠色的菠菜 例如乳衣甘蘭 都有最高含量 我經常見到西餐廳 現在都有乳衣甘蘭的沙律 但我們是否可以當它是平時蔬菜 用來炒熟它、綠熟它吃 我自己就炒熟 其實我有兩個方法 就是生食 一是生食就當成沙律 另一個方法就是炒 好像炒芥蘭一樣 因為你剛才說過 比較硬身 所以不會說炒兩炒就可以起碼 變成你慢慢炒 我經常說 你用心思去炒乳衣甘蘭 就當你自己炒四季豆 因為四季豆 一樣要炒很久 你要不停炒 慢慢把味道放進去 結果會有一點厚的芥蘭葉 是否因為你太喜歡乳衣甘蘭 所以你最近在開餐廳 都用了這個來做它的英文名字 對 我很喜歡乳衣甘蘭 我覺得乳衣甘蘭可以拆出來做薯片 很多時候我拆了葉子出來 然後將整塊葉子抹上去 然後把油放進焗爐去焗 出來就變成一個蔬菜 很好玩 其實可以當作一個小食 坊間也有魚衣甘蘭的片 好像焗乾了 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脆脆的又香的感覺 而且它不是很薄的 菜葉比較厚一點 其實這個魚衣甘蘭的脆片 相對的這個和家製都很容易